好,麻煩 湯兄,你講一下你的得獎感言 你好,我是湯志偉 然後,這次呢,我就代表高雄的音樂業工會 然後,來這邊參加這個老公的一個頒獎典禮 然後,我覺得非常有榮幸 因為,音樂工作呢,就是一個非常大的族群 然後,也是很多人在社會上呢 你聽到一些表演啊 或者是說,你的一些生活當中的一些音樂的感受 在你的一個生活裡面 然後,我今天覺得來這邊也代表說 在音樂這一塊的老公裡面呢 我們自己做了很多的事情 然後,我們在希望能夠推廣很多的音樂 然後,給大家認識 或者說,走入社區啊 或者是說,走入社會 讓大家可以看到我們對社會更多的貢獻 這樣子 你有什麼最大的一個感想 或是貢獻 為什麼會得到這個獎 然後,我真的是有在做有關於 因為,因為現在的社會呢,是可以比較高齡的嘛 所以呢,我在生活當中呢 其實我幾乎到管樂 然後,是以成人的管樂去做一個發想 然後呢,我覺得在社會當中呢 我們就是,不管是年齡城 國大,從小朋友到大朋友呢 其實都可以去享受音樂 然後,可以學習 然後,所以我也會 就,帶他們到社會去表演啊 或者說,做一些很簡單的一些小演出 那,我覺得這是 就是,在社會裡面來講 是一個非常好的一塊 然後,我也覺得說 呃,能夠 呃,有這樣的機會呢 能夠代表老公 然後去,對音樂的發想 這樣子 哦